新年民間和一家三共町的所有機会中心 作為造成3D連線 共同幫助偏向所有交友 之前您是特別向企業不接了20台的日出電腦 過程要關注給新年鄉的工庫社区來使用 民間鄉新民的所有機会中心 也特別去賣棉花糖來目視 賣賣新的花束和鍵盤 賣賣工庫社区 觀眾這天也特別在建東請大家來吃棉花糖 來自3D所為機会中心的濟港人員 一早就搬來電腦 並且開始造成起來 被讓待有任何的小朋友 來使用體驗這二手電腦的運作功能 行事進行 看著小朋友專心輸入的感情 在後市的工作人員就感覺一切都有價值 匯集各方面的一個力量 今天在我們輔導團隊的帶領之下 來到新一鄉的豐秋社区 將我們平常所募集的二手電腦 我們看到小朋友這麼高興的來用他們的電腦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平常的努力真的是沒有白費 學生放假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電腦開放給學生使用 然後外地的學生呢 就是從回來的時候也可以 因為都有讀書 讀高中 大學還有國中 然後可以讓他們在這邊那個就是查查詢資料這個功用這樣 請坐教導小朋友親身來做棉花糖 並且向新民所謂中心的經驗表示 就是利用這台雞器到處到處看 這裡可以在這次觀察20台電腦時 也還要全新的滑鼠鍵盤和喇叭 好想知道的豐秋社区機民也會有新的配備 舊的鍵盤跟滑鼠有可能他使用上他會覺得好像撿人家不要的 所以我們基於這樣就是習慣性的考量 我們就想說抽出一些資金買新的滑鼠鍵盤 讓使用者他有自己的這個設備的感覺 那會用棉花糖機主要也是希望像棉花糖 就是加住少少的糖它會變成很大的棉花糖 有點像做夢造夢機那種概念 那給人家有一個希望的感覺 那透過這樣的活動也讓更多人幫助這個偏鄉的資訊教育 教導老人家透過臉書甚至透過LINE一些電腦的平台 然後跟在外地工作的那個孩子做聯繫這樣 那不要只有單單透過電腦 那可能可以透過電腦然後就是用視訊的方式 對這樣會比較就更清淨一點這樣 既然大家去手電腦 經過所有機會中心的精力跟中管人體後 都親自有新的一樣 這穿我愛新的電腦 也希望可以穿是豐秋社區老大人跟小朋友的自信和生活 給大家看 再看看不妥